你又有了知識、有了能力 你不怕說沒有機會 眼直高可能是警隊形象方面有所提升 它是對我們警察外形的賺相 但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 對我們執法工作的認同 以民為本 我們推動三個警務理念 主動警務、社區警務 以及公關警務 所以警民關係越來越好 執法效率越來越高 所以整個部隊的形象方面 亦都得到提升 我們要繼續努力 這個救災及應急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覺得很感動 亦都是為我們有一支這樣的部隊 感到驕傲和自豪 大家都知道他們都有自己的家人 但家人都放在裡面 不斷回來加班加班去進行這個工作 而且很多時候是很長時間回不到家 但他們沒有現任 他們亦都表現出對職業一種熱愛 而且覺得是不後悔選擇警察這個職業 當然我們部隊要不斷提升 我們的這種凝聚力和戰鬥力 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鼓勵士氣、提升士氣 這個也是我們的工作 一個警隊其實最難的一件事是管理 我們這幾年當中 就是對警隊負責任的態度 就是容易面對問題 以及容易去解決問題 只有可以讓社會去監督我們 才可以不斷改善我們的警隊 一個警隊沒有監督就沒有進步 這個就是我們的態度 近幾年來可以看到 我們這些問題基本上都是我們主動去發現 主動去偵查 以及主動去公佈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警隊管理方面進步的表現 我有信心 我們的部隊形象會越來越好 這類數字會逐漸減少 明年的施政重點就是推動大數個應用的研究 以及逐步建立智慧警務的模式 我們就要改變以往傳統的事後偵察 事後處理這種模式 使我們的警務模式逐漸轉變為事前的預防 以及事前的預警 網絡安全中心的2015年已經提出來要求見 我們今年的12月中 我們會開始進行我們這個法案的公開諮詢 經過諮詢之後完善文本 明年初的時候啟動相關立法工作 希望明年2018年之後 這個立法工作能夠完成 當然我們現在施警局 已經是準備選擇網絡安全中心的相關設備 以及人員的招聘和培法已經在行 將來法律一通過 我們這個中心就即時可以開始運作 為何要選擇這份職業 我覺得都是基於一種對社會的負責任 還有當然這份職業 也都可以將我的所讀 可以投入到這份職業當中 所以我覺得都挺有感觸感 還有可以貢獻給社會 我覺得這是值得的 前一陣子我們那個面對小先鋒過來 拜訪過我問過相同的問題 對年輕人來說 我覺得這樣的 若答實地 認真學習 積累知識 還有提升自己的能力 培養自己的能力 做好準備 因為你有了這個知識 有了能力 你不怕我沒有機會 大家都知道 機會永遠是有準備 所以做好準備 這就是做為年輕人 應該做的事 澳門有很多美食 但是你說具體 哪一樣東西我最喜歡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都值得去試 譬如說蛋撻 譬如說咬雜 我都會推薦你 你去哪裡吃這些 所以這個美食之都 對澳門來說 對澳門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跟我們這種美食的文化 這個是非常值得的